繁星现在刚刚生产完,月子恢复很重要,你不要出现影响他的心情,他要是产后抑郁了,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 见到我就产后抑郁,他不是很能耐吗?现在这点承受能力,就没了? 让你见曾孙,已经是对你最大的让步,你不要给我得寸进尺,让他知道你来过,甚至还想要霸占他的孩子。 什么叫我要霸占他的孩子?我在你眼里到底是有多浑蛋呢,才能让你说出这种话来? 很浑蛋 我没有想过要抢他们,他们现在本来就是我的曾孙啊 孙子你都能不要了,现在你还有什么脸来认曾孙呢? 好,我不会让沈发星知道我来过,好了吗? 最好少来。孩子带过几个,来这里除了给人找不痛快,也就只能证明自己是个多余的人。 想要来不拦着,但是没有人有多余的精力,顾及你的面子。 亲家你放心,我不会同意让他天天来的。 我们没有权利阻止他看望自己的曾孙,不过至于繁星,我的女儿还不至于因为他劳神伤心。 老太太没再说话,机不免牵着尤莱雅的手,走进了吴军市。 到底是在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的人,谁能那么绝情呢? 也难为老太太,还得为了他搞出这么一长段的戏。 不过,我看也应该有真情实感在里面吧。 不然,他怎么能让我们相信他呢? 两个小宝宝现在还在熟睡中,躺在恒温箱里,安静美好的让人心多化了。 长得真漂亮。 是啊,真漂亮。 博家江繁星照顾得很好,看孩子的皮肤那么柔嫩。 几十年前的新生宝宝,生下来皮肤都是皱皱的,个头也小,那大多是运气营养欠缺的缘故。 你呢?当初生繁星的时候,繁星是什么样子啊? 跟他们一样。 我以为,沈家人一直对你不好。 没有,比起,比起之前的失去,沈家能让我平安生下繁星,足以让我对他们感恩戴德了。 虽然不知道当初到底都发生了一些什么,但是我知道你曾经真的很痛苦,不过一切都过去了。 亲爱的,你有那么优秀的女儿,现在又有了两个这么可爱的外孙,你的人生是完美的,而完美的人生不止只有幸福和快乐。